2012年3月,华登初上,宁静的小镇突然被一场前所未有的血腥暴行所打破,一个曾在互联网上小有名气的视频创作者,竟在一夜之间化身为冷血杀手,他亲手送了自己的家人上西天。究竟是什么驱使这个年轻人走向深渊?让我们探寻特雷塞斯勒心中那不可告人的黑暗秘密。 特雷塞斯勒于1989年8月3日出生于德克萨斯州沃勒,在那里与父母朗达和埃尔顿以及哥哥马克共同生活。 埃尔顿是一名小学教师,而朗达则在当地一家报纸工作,从外表看,这个家庭幸福美满,他们常常一起度过周末,邻居们很少看到家庭中的不和睦, 在学业方面,特雷表现终归重举,他不算鼓劈,对学校乐队的长号演奏充满热情。 然而当他加入数次视频制乐部时,他发现了更大的兴趣。 视频制作和视频游戏,2000年代初期,互联网世界变革迅速,许多青少年对每一次更新充满了好奇。 特雷也不例外,然而特雷还有着其他怪癖。 在他13岁时,他曾拨打911报警说被一个陌生人跟踪,并要求立即派一名叔叔前来。 他的计划是,当叔叔到达时,他会用棒球棒袭击叔叔并抢走他的枪,然后前往朋友家杀死他。 然而这个计划失败了。 当叔叔进入他家时,立即识破了他的意图,并命令特雷去看精神科医生进行评估。 尽管特雷确实看了精神科医生,但沃勒锦区最终放弃了这个案子。 特雷也未及时接受任何资料,时间来到了2006年。 17岁的特雷开始了他的油管频道。 他的频道内容开始大多是一些随机小品。 然而到2006年底,他的油管频道改名为Mr.M.E,也就是动漫先生, 并开始做动漫解说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立即市场。 特雷成为了首批网上动漫解说者之一,这使得他的频道迅速走哄。 几年内,他的频道迅速起来的大量粉丝。 到2011年,频道的观看次数已达到500万,这在当时是巨大的播放量。 然而这时的特雷从未忘记他对枪械的痴迷。 13岁时的时间并非偶然,那是一个长久的梦想。 2011年,22岁的特雷搬到了他已故祖母的家里,以享有更多的隐私。 同时,他告诉父母自己会保持房子的整洁和安全,直到他们决定如何处理房子。 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独立生活是风险与机遇并存的选择。 在特雷的情况下,这变成了孤渡和怨和的温充。 他需要帮助,但没有人看到他内心的疯狂在不断加剧。 这是走上不归之路。 2011年,特雷心中有一个可怕的计划。 他决定杀害其家人,并重演美国科伦拜中学校园枪击案, 妄想成为历史上最出名的连换杀手,紧随泰德邦迪的步伐。 过去的运营中,他对邦迪及其他恶民招注的变态杀手们迷恋不已, 更进行详细研究,特别是学校枪击事件的细节。 如何在进入学校时最有效的藏武器, 哪个入口能够让他迅速到达最多人的区域, 如何在最短时间内造成最大杀伤, 这些疯狂的想法在他的脑海中反复萦绕。 特雷锁定攻击目标为沃勒高中, 这是他曾就读的学校。 在他的计划中,这个地方将成为他屠杀的舞台。 他准备了一张学校的卫星图像, 并搜集了大量关于校类布局、出口和周围环境的信息。 尽管朋友们在事发前很晚才知道他的计划, 但一些关注他油管频道的人, 其实早已察觉到些不对劲的地方。 这些迹象几乎骇人听闻。 特雷有一只宠物兔子, 他倾用它来猎袭射击, 这种冷血行为令人发指, 他对生命毫无敬畏。 无论是人类还是动物, 他都毫无怜悯之心, 他没有对这些想法保密, 但很少有人关心他的内心世界。 2012年初, 他上传了一个这样的视频, 在视频中, 他醉寻寻的胡言乱语, 毫不掩饰对枪械和杀戮的痴迷。 到了2012年新年, 他甚至向一个彭洛透露 他有计划要杀死自己的父亲。 事实上, 塞斯勒家并不和谐, 多年积累的矛盾, 尤其集中在特雷和他的父亲爱尔顿之间。 2011年的圣诞节, 他们爆发了一次巨叠的争吵。 爱尔顿一直希望特雷能有个明确的职业规划, 但特雷却宁愿沉迷于油管和视频制作。 隔终毕业后, 特雷曾短暂上过大学, 但一年后变辍绝, 爱尔顿对此非常失望, 也不会谈及特雷的未来计划。 尽管爱尔顿的出发点是为特雷好, 但特雷始终认为自己是家中的失败者, 他甚至嫉妒格格马克, 觉得自己永远得不到同样的关爱。 特雷无法接受与家人的严肃对话, 更愿意沉溺于负面情绪和自我孤立, 除了在镜头前喝酒, 几乎每次家人见到他时都是醉醺醺的。 2012年, 家人对他的担忧达到顶点, 尤其是马克和爱尔顿, 他们试图劝他戒酒, 加上他家中的武器库, 他们越来越担心他会伤害自己, 但他们从未想到他会用这些武器对付自己。 2012年3月13日, 特雷发布了最后一个视频, 一死大概时自己找到了一份工作, 他声称自己与一家电影公司达成了合作, 自己将会比以前更忙。 他向粉丝保证, 即便再忙, 他也会继续在油管上更新视频。 显然, 这都是谎言。 视频发布的一周后的2012年3月20日, 这天晚上, 特雷彻底失控了。 他拿起步枪, 首先瞄准了自己的母亲, 一发子弹结束了他的生命, 他知道已经没有回头路, 只能继续。 他爪对父亲和哥哥下手, 甚至连宠物已未能幸免。 在特雷的内心深处, 一旦杀了母亲, 便再没有选择, 只能气势错下去, 被捕后的特雷变成, 杀害全家是处于怜悯之心。 他不希望父母和哥哥在未来因他的暴行而承受痛苦。 他的这种论调, 根本就是典型的精神病态。 即使在杀害家人后, 特雷仍自诩为在某种程度上想要保护家人的高尚角色。 2012年3月20日凌晨, 邻居听到赛斯德家中传来枪声后报警。 两名叔叔赶到现场, 但未发现异常, 也没有进入屋内。 直到那天下午, 赛斯德家的亲戚要求卧勒警局进行福利检查, 才发现了害人的犯罪现场。 朗达的尸体被发现于车库, 胸部有四处枪伤, 屋内则是艾尔顿和马克的尸体, 房子里到处都是血迹, 门上写满了潦草的忏悔, 我永远不会原谅自己,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上帝帮帮我, 没有人会原谅我, 甚至我自己也不会, 特雷之巫师的门伤, 用黑色和红色写着几段大大小小的文字, 我不生气, 我很难过, 这很糟吗? 我会有麻烦吗? 他们会用奇怪的眼光看我吗? 问题和恐惧是唯一需要面对的两件事, 这种文字看似承认, 使则否定一切。 当警察在现场搜集证据, 拼送线索时, 特雷准坐在车里, 盯着他的楼高中, 他在那里静坐了一个小时, 思索着他的计划, 这是他认定的辉煌时刻。 幸运的是, 特雷最终没有实施他的最后暴行, 并于当天在一位朋友家中被捕。 对于罪行, 他公认不会, 却夹杂着自恋的言辞, 试图将自己描绘成一个试图保护家人的角色。 凭借公诉, 墙上的文字和大量证据, 这场审判并不复杂。 特雷塞斯勒被判无期途径, 不得假释。 22岁时, 他被关进德克萨斯州的监狱, 直经12年过去, 他仍在服刑。 在监狱中, 特雷给他的朋友詹姆斯写了一封信, 信中的内容是, 很高兴收到你的来信, 也感谢你进来的文章。 这里大部分时间都还好, 我没有听到什么大新闻, 但这种事件通常间隔一段时间才会发生。 通常人们在做了这样的事情后, 会选择自杀, 以逃避被捕和审判的麻烦。 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这样, 比如, 那个在电影院里作案的詹姆斯伊根·霍尔姆斯, 他被火猪了。 如果有人到了我那样的地步, 你真的不在乎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我有一辆不错的车, 一些存款和一个好的家庭生活, 但我对这一切感到非常厌倦, 我发现社会是一个骗局, 很少有人能拥有幸福的生活, 努力工作在现实中只能走到这一步。 这封信揭示了特雷扭曲心态的一角,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很难想象一个人会陷入如此疯狂与仇恨的深渊。 此外, 若你觉得社会是一个骗局, 为什么要将愤怒发泄在自己的家人身上? 明君和朋友都知道, 除了与爱尔顿的争吵外, 朗达、爱尔顿和马克从没有动手打过特雷。 还有一件事非常值得思考, 特雷在案发室已经在网络平台上活跃了六年, 而在最后的两三年, 他的内容变得越来越黑暗。 有人评论了他关于兔子的恐怖言论, 为什么没有人举报他? 而这种现象在油管或者国内许多平台上并非首次, 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一个所谓的网红在观众面前变成了杀人犯。 我们总是在谈警示信号, 那么这些难道不是警示信号吗? 特雷塞斯勒的案件不仅是一场家庭的悲剧, 更是对我们社会的一次惊喜, 孤独、怨恨、无助。 这些情绪背后隐藏着多少潜在的危险行为, 互联网让我们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也让我们更有责任去关注彼此。 也许你的一次举报, 一个关心的眼神就能阻止一场灾难的发生。 希望大家在看到类似的行为时, 勇敢站出来, 让网络不再成为资深暴力的温床。 视频最后请记得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分享你的看法和意见。 我们下期再见。